这次土耳其大地震而且是双震牵动了全球亿万人民的心 各个国家的救援队及相关的专业救援设备源源不断的前往土耳其大地震灾区进行救援 在救援的同时需要保障当地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才能使救援进度加快 而中国基建施工的桥梁发电厂地铁就顶住了压力几乎毫发无损 帮助土耳其地震灾区更快的恢复重建 桥梁和发电厂小编在此之前的一期影片中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查看 本期影片小编就接着跟大家聊聊 中国仅用时六个月修建的土耳其地铁是如何扛住地震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中国中车租基公司研制的全自动驾驶列车 于当地时间1月22日在土耳其地铁线上正式开跑 它是中国面向土耳其出口的第一列中速地铁列车 也标志着中国车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对此各方媒体迅速跟进予以了深入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线路开通并试诚体验 点赞这是土耳其最快的地铁列车 不仅整洁舒适智能 更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便捷出行 试诚后 埃尔多安特邀请中车员工合影留念 对中车服务保障工作给予肯定 感谢中车租机为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线开通 而做出的付出与贡献 据悉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要求 中车租机公司在现有技术基础之上 进行了重大升级 交付给土耳其的列车设计时速120公里 采用四节编组 最大载客量1100人 列车外观设计极具土耳其风情 融入郁金香花元素 整列车犹如一朵灿烂的郁金香盛开在亚欧大陆桥上 列车具有高度智能的特点 采用全自动驾驶设计 可以适应各种无人驾驶运行场景的需求 配置可视化紧急对讲系统 和交互式解锁车门 便于乘客紧急情况下 与运控中心及时联系 不仅如此 考虑到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板块的特殊地理地形 为防范9级以上地震引发的次生危害 中国车企采用了车辆重连运行和由大坡道高牵引特性的架控牵引技术 使得列车的整体安全性和舒适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中国卓越的造车技术赢得了土耳其方面的大力赞扬 在这次地震中 中国优秀的地铁技术和建造实力也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据中车租基该项目负责人李昂阳介绍 在与土方合作过程中 中车租基创造了土耳其城市轨道交通的三个最的记录 2020年 克服疫情影响 实现了六个月的全球最快地铁列车研发交付速度 2021年 列车在试运行中跑出每小时120.75千米 刷新土耳其地铁运行速度记录 列车按照无人参与的全自动驾驶模式的设计 是土耳其最高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车辆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线是连接新机场和市中心的重要交通纽带 也是土耳其一次性开通的最长地铁线路 此次开通线路34公里 京途伊斯坦布尔三个地区九个站 日均运载量可达到80万人 将市中心到新机场的时间仅需24分钟 不仅有效缓解公路运输压力 更大大提高了旅客欧亚中转出行的便利度 根据规划 这条铁路线路未来还将与高铁相连 为民众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交通选择 而最重要的是 该地铁能够为当地带来足够的收益 根据土耳其交通部长卡拉伊斯梅洛鲁所说 从2022年到2043年 这条铁路在维护成本 空气污染和旅行方面 可以为土耳其节省大约30.4亿美元 而这条地铁成功运行 除了能极大缓解伊斯坦布尔的交通压力 也能够让土耳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 10年来 中车租基为土耳其提供了400余辆地铁车辆 这些车辆目前运营在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 伊斯密尔等三大城市 中车租基在土耳其成立的 租基MNG公司 为当地创造了超过200个就业岗位 中车租基董事长周清禾表示 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 这是以中车租基为代表的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深入参与并助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车租基将继续为全球客户提供 全寿命周期的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谱写共商共建共享新篇章 曾几何时 美日车企也参与到土耳其的基建项目 并和中企展开了面对面竞争 然而他们都杀鱼而归 原因处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中国的列车造价比较低廉 是美日等车企报价的至少一半 其二 中国近年来在高铁领域取得的成就 世界有目共睹 引发了土耳其的极大兴趣 其三 土耳其给予的列车交付工期仅有一年的时间 除了基建狂魔 没有人能够担当此重任 重要的一点 中方对于土耳其的外师学艺持开放态度 这与美欧车企动辄设置门槛 禁止技术转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方是否会向土耳其无条件转让技术和专利 这才是中途合作的焦点 也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不过按照一般逻辑 即便中方倾囊相受 想必土耳其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业条件 想挑战基建狂魔的地位 恐怕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差点题外话 世界最新排名的前250名承包商中 中国美国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 土耳其以40家企业的基数位列第三位 大家熟知的乌干达死毁中乌铁路协议事件 就或多或少受到了土耳其方面的影响 这说明土耳其引进中国最先进的列车 不仅仅在于节省成本 而是借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获得中国在该领域成熟的制造和运营经验 从而帮助自身快速提高实力 世界是开放的 是包容的 是多元化的 一味的技术封锁 也只能让自己暂时感到安全而已 想要实现与他国的有序竞争 深度融合全球贸易 就得放弃排挤他国的失衡心态 这方面美欧的表现 着实有些上不了台面 其有必要向中国虚心学习 当然了中土深度合作目前才刚刚开始 中国可借助土耳其这个横跨欧亚的跳板 尽可能将中国制造的口碑打出去 这当中付出点 茶水费是必要的 也是值得的 只要土耳其始终抱以谦卑的姿态 愿意向中国敞开消费市场 相信更多的中企将会登陆土耳其 或许是有意安排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 就在整整147年前 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 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条地铁线路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地铁线路 正式开通运行 这条线路仅有573米 却能将乘客从临海的卡拉科伊码头 运送到山顶的贝伊奥鲁闹市区 从建成之初 这条地铁线路就备受行人欢迎 因为当时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金融和商业中心 临近海峡的卡拉科伊区 而另一端却位于60多米高的山顶 是商铺咖啡馆和餐馆遍布的独立大街 直到今天 这条土耳其最古老的地铁线路 仍保持着两节车厢的配置 每天运送大约15000名乘客 而每年的旅客运输量 则达到了约550万人次 在工作日 这里是人们通勤的便捷通道 在周末这里又是游客打卡的圣地 从土耳其最古老的地铁线路 到最快的地铁线路 期间跨越了整整174年 岁月的变迁 不仅见证了伊斯坦布尔 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也见证了中国助力他国建设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历程 早在八年前 中国还曾为土耳其修建伊安高铁 总里程为533公里 是中国在海外承建的第一条高铁 伊安高铁在建成后 不仅成为了土耳其铁路的标杆 还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 而八年后 一场地震也再一次向全球证明了 中国基建狂魔绝非浪得虚名 同时也打脸那些 肆意抹黑中国基建的西方国家 中国地铁将成为继高铁之后 又一张亮丽的外交名片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网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